河马在清醒的状态下进行实验 他被牢牢固定在实验台上 全身连接监控心律的电子仪器 脑袋被装进一个密闭容器 实验开始后 亨特打开开关向容器内注水 水位慢慢瞒过河马的口鼻 几分钟后 他体内的氧气已经用完 缺氧导致他开始痛苦的挣扎 直到最后慢慢失去知觉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缩影社 女主角在失踪 七年后突然重新出现 过往全忙的他 以奇迹似的恢复势力 并找来我宁各怀心事的信徒 在聆听他过去 七年苦难的过程中 协助他完成一项艰巨的伟大任务 请点个赞再继续 让更多喜欢追剧的朋友 看到我们的视频 随着一阵耀眼的白光 他已经身处另一个时空 这里似乎是天花板上方的加层 他观察周围后 开始向了前方的亮光爬行 突然一只蜘蛛出现在面前 小曼说过 一定要吞掉这个世界的一个生命体 可就在他准备去抓时 却从顶棚掉下来 落到了一个洗手间内 他来不及多想 顺手拿起一件衣服 跑了出去 紧接着就听见有人在后面追赶 他一路狂奔 一直跑到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 房间正中摆放着一个鱼缸 形状像极了关押他们的牢笼 后面的追逐声越来越近 他来不及多想 快速抓出一条小鱼 放进了嘴里 他刚刚吞下 就从冰死状态回到了现实 回到地下室后 他告诉小曼自己已经按照他说的做 但似乎并没有感觉到什么 然而等他睡着后 突然开始做出那些奇怪的动作 小曼确信和马带回了第二颗光明的种子 从此之后 他们开始每天练习那些动作 这些动作似乎是从他们的记忆深处 被一个个唤醒 他们把它称之为奇幻术 一段时间之后 瑞秋成功带回了第三颗光明的种子 小曼坚信科顿所说 只要集齐五颗 他们就能打开另一个维度的大门 从这里逃出去 但现在还差两个人 辫子却对他们的行为特别抵触 很不理解他们的奇怪行为 不久后亨特通过监控 发现了几人的怪异举动 于是来到地下室查看 而众人看到他后 立刻停止了练习 这让亨特更加好奇 开始质问他们 然而就在这时 瑞秋突然开始拍的玻璃 紧接着其他人也开始呼救 那一个警员出现在了门口 亨特顿时慌了 他拿出手机调大音响的音量 掩盖众人的喊叫 然后迅速跑去楼上 开门后假装抽烟 把警察挡在了门外 原来警察并没有发现异常 他只是听说亨特曾是一名医生 而他的妻子患了重症 想让亨特帮忙诊治 为了尽快解决麻烦 亨特只好先答应下来 打发走了警察 然而警察的出现 并没有让亨特收敛 在第二天 他便要骗回来 一个有宾死经历的女人 而就在大家 安抚女人情绪的时候 辫子的房间 突然开始释放迷雾 但好像出现了一点故障 少量的烟雾 并没有让辫子昏迷 于是他在清醒状态下 被亨特推上了实验台 可他却没有其他人 那么勇敢面对死亡的恐惧 他说出了所有人的秘密 开始亨特并没有太在意 继续做着实验准备 而就在最后 要给容器注水时 他说出了小曼 已经不瞎了的消息 这个消息的确让亨特震惊 以至于他忘记了操作仪器 辫子在水中挣扎了几下之后 七狂流血死在了实验台上 最后亨特把辫子扛回地下室 却把责任怪在了小曼头上 他认为是因为小曼的欺骗 才导致了这样的后果 辫子的死让小曼无比刺责 但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既然自己已经有了光明的种子 理解了奥义的含义 那一定就能把辫子召唤回到这个时空 于是便开始做起了奇幻术的动作 河马由于片刻也加入了进来 他们两人从白天到黑夜 一直来到第二天 亨特醒来 他们反复重复着那些动作 没有停止 因为他们坚信一定可以做到 而就在这时 瑞秋突然坐了起来 死去的男人正在发生逆转 地上已经干涩的血液正在变回新鲜 慢慢流回男人的体内 随着最后一滴鲜血流回体内 他身上的伤口也随之消失 紧接着男人深吸一口气 活了过来 辫子大笑 他终于不再怀疑小曼所说 他要像他们一样去带回光明的种子 这里每个人都见证了这一切 小曼用行动验证了他的猜想 而与此同时 亨特从监控中目睹了这一幕 他兴奋的跑进地下室 他的实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荐 但小曼等人跟他的对抗 也日益明显 如今已经变成了他们双方的实验 他们拒绝沟通 而是开始每天练习那些动作 并把每一个纠正好的动作 刻在身上记录下来 而亨特也在偷偷练习 并记录这一切 可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一直没能得到第五颗光明的种子 直到有一天 小曼再一次站在了实验台上 现在他已经不需要被迷云 甚至还帮亨特给自己穿戴实验装备 因为他跟亨特一样 对未知的探索充满了渴望 而亨特突然向他提出邀请 带着这四套研究 跟他一起离开这里 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成果 赚到足够多的钱 过无忧无虑的生活 然而小曼立刻就拒绝了他 因为他们一直被亨特当作奴隶 从不被尊重 即便离开也会是一样 他还要去追求真相 这里还有他的朋友 接下来小曼平静 地接受实验 他又一次来到了那个璀璨的世界 但这次他没有见到客顿 而亨特却提取到了一个声音 经过小曼识别 这个声音跟土星光环发出的声音完全一样 所以小曼的意识离开身体后 一定是去了那 但这次之后 小曼却变得很消极 他感觉他们可能再也得不到第五颗光明种了 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 反而是河马一直在鼓励他 坚信他的决定是对的 与此同时 亨特痴迷地听着那个声音 而那个警察再次到访 他却全然不知 警察看到监控中的仪器后 迅速掏出手枪 将亨特控制 事实摆在眼前 亨特干脆坦白承认了一切 但他同时抛出了自己的筹码 他承诺可以救治保安妻子的决定 保安没有表态 依然给他戴上手扣 亨特继续跟他讨价还价 保安还是不太相信他所说的起死回生 亨特开出最后的条件 让他试一试 如果不行 他甘愿被抓 当保安带着亨特来到地下室时 众人似乎看到了希望 以为救要得救 但很快就被一盆凉水浇灭 他们只带走了小曼跟河马 亨特让他们像救辫子那样 消除保安妻子的病痛 等亨特和保安离开房间 河马意识到 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 丁特就一定会被保安带走 他们便可以得救 但小曼却否定了他的想法 因为他觉得他们被赋予这种能力 救人就是他们的使命 河马没有在反驳他 两人开始做起奇幻术的动作 随着灯光闪烁 女人已经有了反应 醒来的第一句话竟是 你们来了 女人告诉他们 当他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在海里游泳时出了意外 他在另一个时空见到了圣母和盾 并被赋予了使命去帮助两个受困的天使 原来第五颗光明的种子 早就被他带了回来 他把自己的奇幻术动作 交给了小曼两人 看到妻子康复的保安 兴奋的跑出监控时 亨特也从监控内学到了第五套动作 同时他扭头看到了保安 望在桌子上的手枪 七年来 小曼跟河马早就心生爱慕 这是他们第一次触碰到对方 保安走进卧室 昏睡多年的妻子重新看到丈夫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却突然被进来的亨特一枪击中 亨特嫉妒他们的感情 本着得不到就毁掉的原则 他拿出一支真剂打进了小曼体内 等小曼再次醒来 他已经被亨特开车带出了实验室 亨特把车开到偏远之处 将小曼拖下车扔在路边 他告诉小曼 他已经掌握了第五套动作 他会带着河马进入另一个时空 将他们永远分开 小曼永远不可能再找到他们 说完扔下小曼开车离开 不久后小曼出现在一座桥上 他穿过车流翻过大桥的栏杆 这位母亲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女儿的视频 寻找了七年的女儿 得到的第一个消息 竟是女儿从桥上跳了下去 他们在病房见到女儿 然而女儿却根本不认识他们 你还用手去触摸了母亲的脸 才知道眼前的女人就是自己的妈妈 原来女儿从小就双眼失明 从来就没见过父母的样子 在他七年前失踪时 还是失明的状态 不知道这七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父母带着他回到家中 家门口已经有很多人等在那里 他失踪七年却复明归来 早已惊动了所有人 包括各大媒体和当地警察 面对警察的询问 他如实回答 却没有人能听懂 他说自己跳桥不是自杀 而是要回到囚禁他的地方解救同伴 关于他复明的原因更是听起来离谱 大家以为他精神上已经出现了问题 便不再打扰他 到了晚上 他想通过网络了解和马的信息 然而网络密码却已经被父母更改 第二天妈妈拿出医生的建议 出于对他的安全考虑 使用手机和网络时要进行监控 为了寻找网络 小曼流出家门 来到一处废弃的房屋 见到几个问题 青年正在交易围禁品 手里的摄像机被小福误会 他在偷拍 夺走了他的摄像机 并赶他离开 他表示只是想借用网络 并想拿回相机 两人争执期间 小福的狗扑了上去 就当所有人都在担心小曼时 他却反身咬住了狗的脖子 叫嚣的大狗 竟然瞬间就平静了下来 这举动也瞬间惊呆了屋内的所有人 小福不敢再闹小曼 大气的拿走了他手里的摄像机 然而第二天 他却又爬上了小曼的窗户 并带来了无线网络 他们达成协议 小曼帮小福去学校说服班主任不开除他 而小福则帮小曼找到五个人 晚上去那所老房子里集合 这个老师列出了一个坏学生的各种问题 而学生家长却告诉老师 那你应该去帮助小福 这才是一个老师应该做的 最终小福的问题被小曼轻松解决 然而到了晚上 小福却只带来了四个人 但小曼的仪式必须要五个人才能进行 就在这时 有人走上楼梯 正是白天见面的艾伦老师 原来他在网上看到了小曼发布的召集视频 属于对小曼的好奇 来到了这里 现在人已经到齐 小曼点燃蜡烛 开始从头讲述自己的故事 他诉说了自己的一切经历 说服他们跟自己学习奇幻术的动作 小曼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 把自己送到另一个时空去解救河马等人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们每天晚上都准时出现在那所废弃的房子里 五个人也都慢慢掌握了所有奇幻术的动作 直到有一天 小曼从噩梦中醒来 并且再次流出了鼻血 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迅速下楼 疯狂的向着学校跑去 而此时的校园餐厅内 所有师生正在救餐 一名同学无意中看向窗外 有人手持M46正向这边走来 他迅速把对面的长矛扑倒 随即外面的人就开始开枪射击 餐厅内顿时乱作一团 同学们纷纷找掩体躲避 但歹徒却静止走进了餐厅 他端着枪在餐厅内来回走动 危险一处急发 而此时的小福小平头艾伦老师眼睛还有长毛 他们对事后默契地站了起来 开始做起小曼教他们的喜欢术动作 趁此期间 餐厅的厨师从背后控制住了歹徒 而此时小曼也已经来到窗外 但却被一颗子弹击中了胸膛 事情结束之后 小曼被抬上担架 等救护车走后 小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祈求十足带他一起离开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关注三连支持一下 这里是缩影社 下次开播不迷路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推荐自己喜欢的好剧